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我是林子 刚刚到这里面 掰了一些牛皮菜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 我们先将它清洗干净 现在正是吃它的时候 还是非常非常的嫩 洗干净之后 这个头部我们给它切碎一点点 然后将它静液分开 对半分开 然后切成小块 如果是买的老一点的 建议大家将它外面的这一层 筋膜给它去掉 就是这个里面 一掰开来 有一层筋膜 但是我这个是自己掰的 还是比较嫩的 所以就不需要另外去它的筋膜 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的话 我们给它切小块 也是 叶子可以少放一点 切好之后 放筛子里面备用 切成小块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点配料 葱姜蒜 给它拍一下切碎 切好之后 切好之后放小碗里面备用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加入一点干辣椰结 豆豉 做这个牛皮菜 一定要焯水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可以让牛皮菜更好的提前入味 水开之后 下入擀干 先给它焯一分钟 一分钟之后 我们再把叶子也倒进来 继续焯水一分钟 时间到之后 我们将火关掉 然后给它捞出来 控干水分 接下来将锅烧热 下入一大块的猪油 用猪油炒的牛皮菜 口感会更加的爽滑 如果没有猪油的话 可以放你五花肉 准备好的葱姜蒜 干辣椒 豆豉 全部放进来 给它小火爆香 牛皮菜倒进来 加适量的盐 来一点味精 然后开最大的火 把它翻炒均匀 炒至调料化开 炒牛皮菜 一定要炒成这种 透明状 软啪啪的 这样才是最好吃的 但现在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们将火关掉 翻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牛皮菜和菠菜一样 如果直接炒不焯水的话 吃起来会色口 口感一点都不好 口感一点都不好 非常好吃入味 喜欢的话 一定要试一试哦 每天分享的都是简单的家常菜 希望大家喜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林子 关注我每天更新哦 好 谢谢大家